狂飙播出结束,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,绝对意犹未尽,据说导演为了剧情紧凑,气用了不少画面,近日就有网友曝光了一段电视剧微播片段,该片段是在现场的工作人员用手机录制而成,所以不是很清晰,但张宋文仍然凭借着超强的表现力,感染了录制视频的人,在情绪爆发的时刻,都能听到录制者的抽烟声。 从视频画面可以看出,这段戏应该是在高启胜下线之后,高启强独自蹲在豪宅的沙发角落,翻看家人的照片,虽然这段戏并没有放在电视剧中,但电视剧里高启胜去世后,有一段高启强独播出结束, 接到大嫂电话,随后在轿车里哭的画面,或许是觉得太过频繁,所以导演选择了删除其中一段吧。